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8月1日 星期日 這次繼續跟大家揭露這個國情 這個 台山核電廠再次出事了 中國大陸真的相當危險 其實看完 近這一個月 的河南水災災情 大家再細心去想一想 所有事情都相當之恐怖 所以其實如果這個台山核電廠 還有大雅灣核電廠真的有甚麼依蠱的話 真的是相當之危險的一件事 中國港核集團 在星期五晚 7月30日發公告 廣東的台山核電廠一號機 機組 運行的過程中 出現燃料破損 6月的時候盛傳輸射外洩 7月就承認 燃料棒破損 現在官方也承認燃料棒破損了 需要更換 但是 強調反應堆 就是安全受控 中國大陸官方越是 強調的東西 嚴格來說 雖然不是完全是官方 但是實際上做的事也差不多了 他越說安全受控 大家就越向相反方向進發 話說這個台山核電 合營公司法國的電子集團 發表聲明 說明台山的 核電合營公司的決定 跟這個 跟EDF 法國管理核電的事宜 程序是一致的 在6月的時候 大家也記得很清楚了 大概6月中 這個號稱世界上單機容量 最大的廣東 台山 核電廠 的安全性開始令人非常關注 事源跟法國電子集團旗下 提供 核能的產品公司法馬通有關 因為美國媒體揭露了 原來法馬通 曾經向美國 求助 當時的求助內容就是指 核電廠台山 面臨著 迫在微節的放射性威脅 事件曝光之後 台山核電廠方面就是強調 核電站和周邊環境 指標全部正常 說了西方世界 西方媒體 就在那裏造謠生事 說他在那裏造假新聞 說他在那裏炒作 但其實其後你也承認了燃料棒是有問題 中法雙方 召開特別會議 調查 事後EDF就是承認 台山的一號機 台山核電廠的一號機 反應堆 裡面發現了 就是一些稀有氣體 累積稀有氣體的原因就是 跟他的燃料棒 出了問題 就是相關 根據他所說的就是 他那個 稀有氣體出現的 累積的程度還是在中方允許的上限裏面 非常之恐怖了 中方允許的上限 就是會因應的情況 無限制 向上調整 真的是 這個國家其實真的很恐怖 大家 安心一點 坐定定 等枝爆 我們認為遲早有一天 中國大陸會欺負了一件 非常之金的事 按照河南鄭州的做法 官方 百分之一千會隱瞞這件事 甚至乎 會動用解放軍 聲稱來救災 實際上就是來滅口 甚至乎 就是制止任何人離開 這件事 中共現在做不做得出 我相信大家 其實已經 非常之清楚 所以不要說 金融攬炒那麼簡單 本身 香港 其實在這方面 風險 其實是有的 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已經不只是 金融和政治的問題 這個實際上是一個實質的安全問題 香港位處的位置 附近有台山 有大瓦灣核電廠 這些 全部都不是一些安全的設施 所以為甚麼香港人要走 除了政治的問題 這個其實也是其中一個 實在這個地方 有太多問題 整個最大的問題就是中國大陸在你旁邊 一個失控 危險的國家 就在鄭里的旁邊 我們繼續講報導內容 根據中國國家核安全局 在6月發佈的資料 這個1號機 就是 運行的時候 它的反應堆 其中一個回路的冷卻劑 的放射性 放射性 放射性 的比活度 這個叫做 不停地上升 跟它的燃料棒 有破損有關 聽到這個 中國國家安全 核電安全局所說 他就說在安全的 允許的範圍 他說 這個 放射性的比活度上升到在那個叫做允許 的穩定範圍 換句話說 其實根本就是不安全 是超出了安全標準 但是 勉勉強強 改變 在這個 勉強穩定運行 範圍 甚至乎在一個反應堆裏面 足足有6萬支燃料棒 現在受損的比例 應該是很低的 0.01% 最新發展是甚麼呢 最新發展就是中國的廣核集團 最新的聲明就是台山核電廠一號機 二號機的機組 就是投產以來全部都是安全穩定運行 這個 真的 跟鄭州 5號線 運作安全有甚麼分別 整家地鐵倒閉 跟著通訊中斷 跟你說沒有人死 安全 再加上京廣隧道 京廣路隧道 整條針灑 拖了幾百架車出來 跟你在港裏面只有6人遇害 這個就是台北 台山真是很近 其實真的 真心覺得擔心 這個集團說 每一種指標都在一個 安全運行 標準 這就是最恐怖的 因為他會 無緣無故把整個標準更改 根據他聲明所說 1號機組運行的過程 有 小許的燃料棒破損 破損在規範範圍裏 機組可以繼續運行 穩定地運行 現在他考慮到他現在用的是歐洲 壓水堆 所謂European Perserized Reactor 的技術 基於安全第一 作為原則 所以 將這個1號機組停機 停止運作 找到燃料破損的原因 我們有理由相信 那個 破損是已經到了 一個難以接受的地步 會有核危機的地步 所以 官方才會 將他停止運作 每一件事中國大陸做的 你可以把壞事擴大100倍 好事就不用想了 好事就是把一件 沒有發生過的事 說得有多好 共產黨宣傳機器最厲害的 說得有什麼民間英雄 那些全部都是官方宣傳 實在是中共玩這個遊戲玩太久了 完全掌握了 如何操縱媒體 和輿論 幸好多得這次武漢肺炎在全世界大爆發 才使得 這個世界意識到這個國家 在 進行全面全球的操控 實際上這個政權實在是有太多的幫兇 因為這個政權 給了太多利益 外面的人 太多人去做他的附庸 太多人 就是為了取得他的利益 什麼謊話都敢說 所以細心一想 實在是有太多 幫兇 而這些人是 不值得同情 也包括一大堆香港的親建制人士 為了取得那麼少的利益 他們絕對願意出賣幾百萬香港人 這些真的是人渣 這些在光復之後 真的全部都要 輕思問罪 到底往後的情況會是如何呢 我們會盡量繼續跟進 一有新消息 就第一時間告訴大家 沒有消息 可能是好消息 有消息 多數都是壞消息 這一節就跟大家說到這裏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繼續幫我們點擊廣告 繼續欣賞廣告 經濟鬆動的朋友 希望你能夠訂閱我們的Patreon 支持我們 接下來我們會繼續擴大新聞媒體 的業務 我們已經密識了人選 相關的傳媒工作者 會加入我們的團隊 希望大家再多多支持我們 今次跟大家說到這裏啦 拜拜 MING PAO CANADA